OK,那删掉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如果我录下来的这个程式码 基本上有哪一些地方其实还可以再精简 那第一个,我们是希望说它能够就是能够walk OK,那再来的话呢 尽可能的把一些地方再精简 那其次的话可能还是要加上注解 如果没有加注解的话 可能你之后再看这个程式,你会看得很辛苦 那其实你会发现苏纽分析图 它的程式基本上比刚刚的那个苏纽分析表 来得更简单很多 那哪些地方其实还可以再让它变简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录下来的程式你会发现 它开头一定是ActiveShoot,目前的工作表 所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它是用一个sharp 实物件 里面的话有个方法叫Add a chart to 那跟各位讲一下,这个Add a chart 其实它预设,其实Add a chart to 其实是针对比较新的版本 其实我不确定哪个版本 有可能是在那个Excel 2013 2013以后的版本才Add a chart to 所以如果你用了版本 我不确定如果你是用2010的版本 是不是会有问题 如果你是用比较旧的版本 那可能就要用Add a chart 不能加一个to 因为版本会有不一样 这个是我之前遇到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你假设你要是旧的版本 那可能你就不能用Add a chart to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后面有个参数 你会发现这个参数 后面的话,其实它给了251 跟那个Xl 这个Xl Excel的缩写 Xlπ 这两个其实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图表的样式 OK,那后面点slate 顾名式,它就是产生之后 游标就放那里 点slate其实就是 跟前面一样,游标放在哪里? 放在那个图的上面 OK,那接下来的话 会有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底下 sauce的话这应该没问题 sauce的话就是它的那个来源 那我们是从哪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的哪一个范围 OK,所以当然你将来这个range 其实如果你想改的话 其实也可以改成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方式 你用那个续子物件点哪个range 也是OK的 sauce的部分其实是可以修改 如果不改没关系 我们先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它的那个什么 fung的位置 这有没有lapt 然后跟top 可是问题 这个数字有时候你即便在调整 有时候你在不同的电脑上面 它的解析度不一样 可能就会不一样 另外还有它的宽 跟它的高 这个可能就是比较会有问题的地方 所以我建议各位 如果将来你这几行 总共这些 反正你看到laptop 然后v10就宽度 跟高 这几行的话 一律就把它delete掉 那我先不delete 那你可以改 那怎么改 跟各位讲一下 我先把它注解 教各位一个方式 以后如果说 录下来的东西 假如说是它的 哪个坐标 所以它的坐标一定是左上 OK 然后再来就是宽跟高 那基本上请你把这四个数据放在哪里呢 放在adchar2的后面参数就可以了 那我怎么知道 其实后来我发现 你如果把游标放在adchar2按F1 他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帮我们把什么 把adchar2方法 把它里面的相关参数罗列出来 OK 确定一下 分享 adchar2里你会发现 他当然呢 会跟我们讲几个参数部分需要 必要的话 一定就是 这个optic 这个 这个一定要 这两个一定要 就是这两个是 一个是style 所以251是它的style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是chart type 这两个 所以其实两个 一个是样式 一个是类型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 就是它的左边位置 跟右边位置 然后它的宽 跟它的高 OK 所以喔 你宽跟高的话 实际上呢 是可以选用的 那所谓的选用就是 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那在录制聚集 因为它是抓滑鼠的位置 OK 所以 我们如果改 我假设 我们将来不要 让它给我们滑鼠位置的话 其实可以这样的 直接在这边加 那加的方式的话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因为 你说左边跟右边 应该用哪个地方当基准点 会是最好的 那我个人习惯是这样的 我希望把它放在哪个 买个储存格 那我以前讲过 用range 那range的话呢 这个地方你可以这样的 左边的那个点 那我基本上 我是用 比如用这里 中间格 一栏 以这一点 那这一点的话 基本上它的叙述方式这样 你可以跟它讲说 我放的位置是在range 就储存格 D1的那个储存格 它的这个先left 所以你就点left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它的坐标 就是在range的left 在这个点 OK 然后它的top top的指的是 这个点的x轴的位置 x轴的坐标 然后痘点 那一样 你跟它讲说 我要的位置是在那个range 也是这样range D1的这个位置 的top 所以你后面加一个点top就可以了 那你点的时候它会提示 所以你就点top OK 好 然后痘点 宽的话呢 所以它将来 那个图放过来的话 会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会从这边开始 那多大呢 OK 多宽 所以接下来第三个参数是 宽度 那宽度的话大概多宽 那我想到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怎么样 我们干脆算 这个D1这个储存格的宽度 那我要挤 挤个宽度 挤个它的宽度 所以其实这个宽度都等比了 所以我大概希望它 往右大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个好了 到这里好了 OK 那也许我这边可以怎么样 跟它讲说 哦 那你就根据什么 range D1的宽度 range 所以你一样啦 range D1 宽度的话点wis 所以你就打一个w 它会出现wis 那它的十个的话就乘以十就可以了 好 那斗点 它的高度是多少 一样同理 就range D4 的高度点什么h 所以h开拓 然后找一下h1 哎哟 h乘 那一样你要几列高 几列高的话 我想 假设我希望 让它从这边一直到20 跟它一样 到28好了 OK 那你就可以什么 把这个地方乘上28就可以了 那它就会有28列高 这个是我想出来 比较 比较简单的叙述方法 OK 那它这边有一个地方 可能要就是 就是 程式太长了 所以我的习惯是在 豆点后面 再加一个空白 底线 enter 然后再按一个tab 这样比较清楚 OK 就是在 豆点的后面 空白的地方 加一个underlight 底线 再按enter 它就可以折行 那折行之后的话 看会比较清楚 那这边再加一个tab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我刚刚加了四个参数 也就是说它的左边是 左上 左上是用d1当成基准 就是它的d1 然后宽的话呢 就是刚好十个 高的话 28个 这样的话 其实就比较好 记 而且比较好表达 OK 那接下来的话 所以底下这些 什么laps tab wis high 这个其实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所以哦 如果你不知道改的状态 其实你可以先按F1 先看一下 F8 跟F8 先add char2 并且放在这个位置看看 所以你会发现 它就会先产生一个空白的一个 有点像是画布 然后再把资料放过来 OK 所以它理论上会放一个 诶 诶 诶 这一条图就出来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 所以第一个步骤 当然你可以再顺便在这边加 加上那个注解 第一个步骤 就是 什么 就是 增加那个 新增 这个什么呢 圆形图 并设定坐标 高 和 这个宽高 OK 这样的话就是 新增这个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要再增加什么 所以 第二个步骤 其实我们是 在这边 加上 赛老王是加上那个什么 第二个步骤呢 我希望加上 它的那个什么 图缩文 那个 资料标签 所以我就 增加 这个 资料标签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个 我们是整个选取 所以整个选取的话 其实就是 这一行叙述 底下如果各位有看到什么 Score Row 其实这个都可以删掉 Score Row 其实就是滑鼠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滚轮 卷动的次数 OK 所以这个 4 3 1 就可以把它抵抵的掉 好 所以我们先选全部 所以这个叙述是选全部 然后再选其 选什么 这个好像是什么 就是图说文字的样子 OK 所以图说文字加上去 所以他 这一行的叙述参数 实际上就是什么 图说文字的参数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增加什么 增加那个 就是 title 所以title部分的话呢 就是它上面的标题 预设式本来就有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有把它做一个slide 所以这个slide 其实这一行应该是不需要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然后呢 再来第三个 其实我是做 修改那个 应该是标题名称 与样式 与那个什么 字型样式 字型的样式 OK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当然第一个啦 你点slide 成那一行可以 我是把这个名称 本来合计 改成这个 叫各线式用电比例图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这个什么 它的字的颜色 跟它的字的大小 其实你可以不用写 这么的复杂 像这底下这几行 其实通通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这个 底下这几行 其实你可以改成这样 就是 目前的文字的颜色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 点风colour 所以后面加用风colour 就可以了 因为test后面 其实还有一个直属性 它的属性的话 就点colour 等于什么呢 红色的话呢 其实也是RGB 调色盘一样嘛 就是255 0.0 也是有红色 没有绿色 没有蓝色 RGB OK 那风colour 那你把它移开 我这打小写 移开之后 如果变大写的话 那表示有这个属性 如果移开没有的话 那可能你就要再检查一下 有没有 这个变大写 OK OK 那一样啦 底下那个风size 其实也 它录下来这样叫什么 testframe2 这个反而不好理解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改成什么 风size 等于20 OK 比如说再打一个size 应该理论上 你其实你点下去 有的时候它会跳那个属性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一样可以打小写 然后移开看有没有变大写 如果没有变大写 OK 那你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可能有错误 OK 那把这个地方一样 delete掉 OK 好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就把程式基本上注解 然后并且加上我们要的宽跟高 等等相关的数据 那OK 所以理论上我刚刚已经改完了 所以宽跟高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那坐标 宽跟高 把它补在这边 OK 然后其他不需要的 这个是加上那个图说标 这个这个 资料标签 然后加上字的 字的那个名称 然后字的颜色 字的size OK 好 加上注解一下 OK 最后我们来确认一下 这个 如果有 那就可以 好 让它run一下 所以把它delete掉 OK 然后执行一下 看看会不会OK 所以 title.test 这个地方 他好像说没有这个属性 是不是 title 还是说没有点test 那可能多一个属性 应该是这样才对 OK title的phonecolor OK 应该这样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理论上我按F8 那应该没问题 然后再把这个加上去 然后设定它的大小 OK 所以你论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会刚刚好 放在我指定的位置 那它会刚刚好 放在这个D1的位置 然后大小的话 就是刚好 我刚刚是设定 10个栏 所以这个D1乘以10 然后D1乘以28 然后并且设定什么 设定那个标题的名称 跟它的颜色 颜色的话其实也蛮简单 就是这个地方 点Test后面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 点PhoneColor 跟点PhoneSize 其实OK 那眼睛亮一点 同学就会发现说 其实老师这个地方 好像前面的这个物件名称 都有重复的话 那可不可以 让它改的精简一点 但你如果觉得 它这个太累赘 当然你也可以再加一个WITH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边加一个WITH 然后前面就是把它的这个物件名称怎么样 放在这里 然后底下记得有WITH结束地方要ENDWITH 然后并且怎么样 就可以把 这打错了 那并且就可以把这个物件名称重复的delete掉 但记得要留下那个什么 留下点 所以这个ActiveChar 目前所在的这个图 然后它的title 然后记得把这个地方再按一个TAB键 让它下一阶 然后它就知道说 目前所在的这个title 然后它的字是什么 颜色是什么 size是什么 OK 那我们把它run一下 理论上应该OK 把它这个地方执行一下 它就出现 它就OK了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部分的程式码 一样我把它写完的程式码 这一段如果你假设需要参考 一样我会把这个source程式码 你们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找找看 在应该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9页的地方 试试看